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女人在喜欢自己的男人面前诉说心事 男人说了安慰的话,女人立刻牵住男人的手 男人受宠若惊,当晚二人便在酒店翻云覆雨 可男人哪里知道,自己熟睡时 女人悄悄起床解锁了她的手机 并从手机里获悉了了不得的秘密 几天前的演出现场,指挥家世音忽然晕倒 被送医急救后,世音很快醒来 但此时关于她可能得了遗传病的事,已经传播开来 郑宰是所有人里最担心世音的 可遗憾的是,即便她坐拥千亿资产 也无法帮世音对抗病魔 此日在郑宰的护送下,世音回家和父亲吃了顿饭 看着熟悉的房间,世音悲从兴起 她不想不母亲的后尘,可命运似乎偏要如此 坐在剧场时,世音想到对丈夫的承诺 一旦在她身上发现遗传病的迹象 世音便要从乐团主动辞职 果然第二天,全代表收到世音的辞职信 得知世音辞职的消息 丈夫和郑宰同时转到酒店 酒店为保护客人隐私,不放丈夫进去 可作为酒店的大股东 郑宰却可以直接了当地进入 郑宰还威胁丈夫,不想被拖出去的话就赶紧走人 酒店房间内并未发现世音 手下也找遍了各处 正在急忙联系警察局长 希望对方出警寻找世音 丈夫赶去世音父亲的乐器店 想知道妻子是否在乐帐家 遗憾的是,岳父已经知道 女儿打算离婚的事 虽然不清楚原因 但岳父坚定地站在女儿这边 并要求女婿以后不许再来这里 通过多方打听 正在最终确定了世音的去向 随即驱车赶往某个荒僻小镇 此刻世音正躲在小镇公园里 眼前是一片湖 这让世音想起多年前 那时候的她也曾面对类似的绝望处境 当时的她险些自寻短见 找到世音后 正在匆忙上前 将女人揽入怀中 无论如何 她都无法承受 失去世音的代价 正在将世音安顿在酒店 世音想要独自安静 希望正在离开 正在却坚持要留下来陪伴 她不会让心爱的女人 独自面对难关 四日一早 正在叫世音吃早餐 还说其中一道早餐名叫 跟我一起玩 世音有些恍惑 多年前正在救下她后 便说了这话 这次正在又讲了同样的话 世音没再拒绝 而是跟着正在去了临间散心 临间有观光缆车 正在趁机牵起世音的手 世音同样没有拒绝 缆车内正在的眼神 全在世音身上 她觉得世音的美胜过 世间万物 喝咖啡时注意到杯子渗水 正在边用手帕包住杯子 再递给世音 只要世音高兴 她付出什么都甘之如意 散步时 一只小狗跑到世音跟前 世音和小狗玩闹间 露出久违的笑容 正在这才放下心来 晚上世音在酒店的沙发上睡着 正在便将买来的啤酒 轻轻放下 再从房间爆出一床棉被 就在这时正在发现 一旁的垃圾桶内 满是私下的纸张 摊开一看 居然是世音写给父亲的遗书 正在为此质问世音 世音没有否认 正在这才恍然 原来世音今天对自己温柔 是因为早就想好了 要寻死 这份温柔是送她的最后一份礼物 和往常一样 正在霸道地要求世音好好活着 世音面色悲伤 她也想活下去 可一旦得了遗传病 纵然能活着 也会因为失去记忆和肢体能力 而形同怪物 当年母亲便是如此 她不愿父亲再次经历类似悲痛 所以与其没有尊严地活着 不如趁着还有记忆 趁还能做自己的时候寻个解脱 在正在面前 世音忍不住哭泣 目睹心爱女人的悲伤 正在情不自禁流下眼泪 随即将世音抱在怀里 如果可以 她愿意用全世界来交换世音 送世音回家时 正在郑重告白 如果世音想要接受治疗 不管是哪里 自己都会送她去 如果世音想去旅行 她也会毫不犹豫地陪伴 正在希望世音可以好好考虑 这辈子除了世音 她从未真心对过其他女人 在正在的鼓励下 世音努力尝试着振作 随即着手开始 自己和丈夫的离婚协议 并特意向律师表明 自己愿意满足丈夫提出的所有条件 虽然即将离婚 但丈夫仍然关心世音 她不希望妻子再度受伤 世音并不打算给丈夫留情面 只要离婚协议谈妥 她便再也不愿见到 这个父亲的男人 因为还没想好 往后要何去何从 世音拜托朋友 帮忙照顾自己父亲 乐队成员都很担心世音 想着要如何挽留 这位优秀的指挥家 除了曾和世音丈夫出轨的小三 小三已经开始买婴儿的衣服 可当看到其他孕妇 都有丈夫陪同 自己却名不正言不顺 小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除了正在和父亲 最关心世音的 便是乐团首席露娜 得知世音辞职的消息 露娜眼泪打转 年幼时她曾被母亲遗弃 如今又被最崇拜的偶像抛弃 露娜借酒交仇 世音的随行秘书前来安慰 秘书暗恋露娜 对露娜说了安慰的话 露娜却趁机接近男人 二人当晚来到酒店承欢 一夜激情后 趁秘书睡着 露娜悄悄解锁了她的手机 就在前不久 露娜曾目睹 秘书偷偷向正在报告世音的事 意识到秘书和正在这位理事长 关系匪浅 秘书向露娜透露 据说世音很可能和理事长正在一起离开 得知此事后 露娜急忙去找世音 并拜托她留下 二人正说话时 世音父亲来了 父亲带来世音的血减结果 结果显示 世音居然被人下了毒 露娜闻言掏出手机 昨晚她曾拍下 秘书和正在的手机聊天记录 记录显示 秘书是正在安插在世音身边的人 还根据正在的指令 给了世音咖啡和便当 世音质问正在 她怀疑是正在给自己下了毒 目的是为了让她无法正常思考 好将它留在自己身边 正在承认 自己的确在世音身边安插了人 但说到下毒 正在却是一脸梦 世音去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 此类毒药会导致世音丧失剂液 肢体不平衡 症状和遗传病很像 看来是有人故意 要让她看上去像是得了遗传病 虽然怀疑正在 但男人的态度让世音觉得 或许下毒的另有其人 可事前想后 自加入汉江乐团以来 很多人都曾给她送过食物和饮料 一时间似乎身边的所有人都有了嫌疑 就连即将离婚的丈夫都没有逃过怀疑 丈夫曾送给世音咖啡和食物 世音将这些全都带到食品研究所 拜托研究员帮忙检验是否含有有毒成分 丈夫也有自己的心思 自从上回世音在公演中晕倒 丈夫便频繁联系律师 希望能宣告世音精神失能 从而获得对妻子的监护权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其中最关键的便是拿到 世音确诊遗传病的诊断书 然而对此 丈夫似乎胸有成竹 并催促律师加快进展 见完律师 丈夫又去见医生 想了解妻子的病情 医生告诉丈夫 世音关于遗传病的检查结果 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出来 丈夫有些惊讶 她没想到妻子真的去做了检查 同时丈夫叮嘱医生 一旦结果出来 第一个便要告诉自己 乐团成员大多都很担心世音 首席指挥露娜更是首当其冲 为了让世音回到乐团 露娜拜托成员们签署联名书 内容是拒绝世音辞职 意外的是 几乎所有乐团成员都签了名 对他们而言 世音不仅是出色的指挥家 更是朋友和伯乐 除了林鼠签名 露娜和成员们还主动来找世音 希望她早日回到乐团 世音原本拒绝 虽然还没确诊 但以她现在的状态 并不适合站上指挥的舞台 成员们却相继劝说 他们接受世音的不完美 就像当初世音教导他们一样 看着手上的连署签名 世音的心不自觉的有所动摇 四日成员发现世音回来了 世音被成员说服 同时她也向乐团代表坦言 自己只会待到乐团的下次公演结束 就当是向汉江乐团最后的道别 目睹世音回来 小三满嘴的阴阳怪气 世音却毫不在意 她注意到小三已经藏不住的运度 于是好心提醒 比起和自己争风吃醋 小三如今该在乎的是肚子里的孩子 看着刚刚买回来的婴儿衣服 小三满脸的很近 为了守护孩子 她什么都做得出来 正在向世音解释 自己没有也不可能给她下毒 因为担心世音 正在想要为她请保镖 同时调查下毒元凶 世音却一概拒绝 或许下毒的的确不是正在 可现在的她 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 秘书向世音请辞 此前世音发现 秘书是正在 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人 我在守护世音 正在让秘书 随时向自己报告世音的行动 辞职的同时 秘书告诉世音 正在是因为关心她 才这么做的 辞职之后 秘书想要挽留露娜 二人曾对彼此有过好感 露娜却说了绝情的话 她不想再见到秘书 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世音 医生给世音打了电话 丈夫对世音病情的打探 让她觉得有些不对劲 世音也觉得异常 或许丈夫又打算 在背地里搞什么猫腻 小三肚子越来越大 乐团成员还以为她最近胖了 小三却公开坦言自己怀了孕 成员们议论纷纷都怀疑小三怀的可能是世音丈夫的孩子 其中一位成员和世音丈夫是朋友 于是私下打听 丈夫却装作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 然而事后丈夫生气地找上小三 质问她为何要将怀孕仪式说出去 就丈夫而言 她并不希望自己出轨的事闹得人尽皆知 小三却毫不示弱 只要孩子能平安出生 她不怕千夫所指 丈夫还不罢休 提出希望小三离开 只要能远离是非 她不会介意给小三一些钱 小三并不缺钱 扬言丈夫如果敢阻止自己 她会顾心一切 世音收到来自食品研究所的消息 检测结果证实 世音丈夫送了咖啡和食物内并没有毒药成分 同时研究员提醒世音 此类药物无色无味 可能被混入非食用的液体中 看着桌上的香水 世音猛的一惊 香水的喷头处似乎有轻微的凹陷痕迹 那是丈夫送给她的 回想丈夫昔日的话 世音愈发怀疑这个男人 纪录片团队正在采访丈夫 镜头前丈夫故作姿态 称自己每天都在祈祷 希望妻子不要患上遗传病 其料采访途中 媒体忽然曝光了世音离婚的消息 紧随其后 以世音和汉江乐团为主角的纪录片 迅速播出 这既是影视公司的宣传策略 也是世音此前和公司老板说好的 世音正在指挥乐团练习 丈夫却忽然将她拉了出来 质问为何要曝光离婚之事 世音反而觉得奇怪 既然已经协议离婚 丈夫为何拖拖拉拉 她相信男人根本是希望自己患上遗传病 只要她确诊 丈夫便能对她为所欲为 世音警告丈夫 自己不会让其称心如意 丈夫离婚的消息很快传到小三的耳中 小三笑着说恭喜 现在她终于有机会了 丈夫却态度冷漠 扬言如果小三再将自己惹恼 她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警方来找世音 此前某个乐团成员遇害 警方一直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世音身上 但如今世音被下毒 警方判断下毒的和杀害乐团成员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于是不得不转移视界 希望世音能向他们提供线索 世音直言 她怀疑给自己下毒的是丈夫 世音还不知道 正在此刻正躲在一旁偷听 然而据警方调查 凶手是一位B型血的女性 如此说来 丈夫可能并非下毒之人 此刻小三正填血孕妇手册 资料上其血型正是B型 就在当晚 丈夫被人从身后偷袭 事情的发展似乎渐渐失控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